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一股方面 上海和深圳也均有小幅的上扬 涨幅大约是0.2%至0.4% 欧美方面 英法德昨天涨幅较多 有的最多的达到了1.1% 最少的也有0.6% 美国股市由于昨天是华盛顿纪念日 也就是他们的总统日 因此是修盘了一天 那么股市外地区 黄金价格依然是在1570的低位附近 油价目前也没有太大变化 依然是美国由一桶50美元上下 比特币价格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 目前报价是1030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任何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 现在我们知道疫情毫无疑问 继续扯动着千万人的人心 但是在这一次疫情来临之下 作为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的金融交易人 参与人员 会不会寻找其中的一些机会呢 或者说在疫情之下 有没有我们说到的投资的潜力 或者说有上涨潜能的行业 那么大家都知道 疫情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14天 相信很快就会见到真正的拐点来临 那么昨天我有一个朋友也给我电话 他问到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他是说到 我们知道现在中小企业 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 由于疫情的原因都受到了很大的困难 当然了 中国央行其实也是发布了累计有三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来帮助这些企业摆脱困境 以及经济的提升 但是作为普通人 就是作为咱们一般人 散户 小股民 在这一次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或者说能不能买一点什么 能够上涨的 虽然他这个问题呢 比较 我们说的比较朴实 但是我相信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呢 他这个危机危机有危 他肯定也有机会 有的东西下跌了 那肯定有东西会反弹 这次医疗板块 毫无疑问 那就是反弹 那么除了医疗板块之外 还有没有机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首先要跟大家探讨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这次的疫情能不能控制住 如果能 咱们接着往下谈 如果大家觉得这次疫情控制不住 那其实啊 现在赚多赚少 亏多亏少都没用 你就算手里有十套房 最后呢 大家你如果觉得控制不住 都得感染 是吧 都得嗝屁 没用 如果我们觉得是能够控制得住 那我是觉得他一定能控制住 为什么 因为这次疫情是爆发在中国 它并不是全面爆发在美国或者是欧洲 如果是美国欧洲 我还真的没有太大信心 就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因此它可以在特殊时期 实施很多在欧美国家没有办法实施的政策来控制疫情 咱们说的严重一些 或者说说的透彻一点 这一次疫情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健康问题 或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如果控制不住 说的严重一些 它可能就是一个亡党亡国的问题 所以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政治任务 如果是政治任务 那它意味着就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不计较一切牺牲 必须完成 因此我对于疫情的判断 正是在基于了这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的基础之下 正是因为它目前是一个政治性任务 所以即使有再大的牺牲 即使有再大的困难 也一定能够完成 好了 如果能够完成 也就是说疫情如果能够被控制得住 那我们投资人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过去14天或者过去一个月 什么东西跌的最多 那些跌的最多的股票也好 外汇队也好 石油也好 它本质上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公司是不是在盈利的 它的行业原本是不是健康的 如果这些原本都是好的 只是因为疫情而出现了连续的暴跌 那么之后疫情得到控制 它一定会有连续的暴涨 所以我们关注的其实呢 现在医疗板块当然它还会继续上涨 但是由于它已经出现了连续的暴涨 因此它的上涨空间有限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把眼光更多的是 放在那些连续出现暴跌的产品上 但是这些公司本质又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像一个猎人一样等待机会 等待拐点的到来 等待疫情的好转 当然了这些个股的列表和名单 我们在这个详细的分析报告中都有列举 大家可以致电我们或者是联系各自的客户经理 那么我们今天说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知道由于这次疫情的影响 很多在澳的留学生都没办法回来 目前呢初步统计有超过十万留学生没有回来 回不来因为是留学签证 也许很多人目前已经是最后一个学期 回不来就意味着他最后一个学期没有办法安时毕业 那么就需要延期毕业 假如同样是最后一个学期的两个人 一个人回去了回国探亲旅游一个留在澳洲 现在的结局就是一个人可以七月份顺利毕业 一个人至少要到十二月才能毕业 或许到十二月的时候移民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必须再读课程再花一年时间 这样一来一去就是一年半的损失 就算是一年半之后也顺利了移了名 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落后了一年半 人生就此拉开查局 这个时候这种事情呢 应该说咱们谁也预料不到 也没有办法防范 只能说是命运捉弄人 就像同样的比如说 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前两个客户 一个买的是A2牛奶 一个买的是奔赴红酒的股票 疫情来了奔赴红酒跌了30% A2牛奶呢轻微下跌5% 同样之前做的是中国市场 同样来自于中国客户 差距就是这么大 谁也预料不到 真的谁也预料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不小心我们买的是奔赴红酒 亏了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是不是抱怨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当初怎么就买了它呢 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呢 这种事情咱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心态放平和一点 是不是 人生路漫漫 什么时候 谁知道前面是有个坎 咱们都会踩坑 不同的是 当你踩到坑之后 你怎么看 就像我去年 我当天买了AMP 第二天AMP发布公告 重大亏损 是指那个股价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 前一天买的第二天跌百分之三分之一 我当然不爽 我也有抱怨 但更多的时候会在想 我怎么把这个损失往回回来 亏一个股票 亏两个股票 很正常 投资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就像这个留学生 如果两个人一个回国一个没回国 移民一个提早了一个要推迟 如果是我们是那个回国的留学生 那现在你该怎么做 推迟是肯定的 可能你可以尝试去泰国 去其他国家待14天 再尝试入境 如果不行 那再想其他办法 但是你一定要积极的去面对 积极的去应对 如果真的要延迟半年 那在这个你比别人慢的半年时间里 你是不是想想 能够在比如说实习经验 在其他方面 能够提早的挽回回来 走在别人面前 你在这一方面落后了 你可能在其他方面 提前布局一些 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所以可能大家要说我今天第二个话题 说的是有点鸡汤 这个你这个穿着鞋 你不知道别人光脚 错 我2006年毕业到现在14年 在股市中 我也遭遇过重大亏损 我也遭遇过重大的 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事件 包括工作上 生活上都遇到过不幸 或者说是困难 那我们今天想说的是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是不能预测 没办法避开 它就像我们人生中一样 你有甜的肯定有苦的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个甜有多甜 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想开一点 心胸豁达一点 主要想想我该如何去把它 最大化的减少损失 努力的拉小和别人的差距 不用去抱怨 你抱怨也没用 抱怨改变不了事实 是不是 改变不了事实 反而会让你心情弄得很糟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还能怎么办 那就积极的面对呗 对不对 投资股票也好 亏了钱 不用抱怨 再寻找几个比他更能赚钱的买了 那之后还能补回来的 对吧 只要人健康 咱们人在 什么事都好办 所以呢 今天这个第二个话题 可能很多时候和具体的投资策略没有关系 那更多的是一种心态 毕竟在我们公司 其实啊 这个我们实习生 有的时候呢 同样同一年毕业 真的就是某一两件事情 回个国晚两三个月再回来 政策变了 同样毕业的另外一个学生 递交了下来了 这个等一等就是一年 一等就是两年 依然在等 拿到这个绿卡的移民了 工作了 买房了 还在等待的 还在焦虑中 所以这个人生啊 有的时候呢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发生了 那就去积极的面对 投资也是一样 亏一个两个很正常 谁不亏啊 是不是 亏了 没事 总结经验 以后再找赚的 把它赚回来 那不就行了 这次疫情爆发 很多公司出现临时性的大跌 我认为 疫情好转 他们一定会有大反弹 所以如果我们不幸买的是 这些公司 遇到了比较大的下跌 没事 我觉得疫情好转之后 你何不考虑在低位补点仓 平均价落低之后 反弹一波 说不定 不但回来了 还能多赚不少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另外在这周日 我们会在墨尔本当地 举办一次投资讲座 2月16号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澳洲禁止游客和留学生入境是2月1号 2月16号已经超过15天 因此 这个隔离期早已经过去了 另外我们也会为在场的观众 听众准备一人一个医用口罩 如果您真的觉得 以防万一 那么我们也有口罩准备 欢迎您到时参加 时间地址就是老地方 11点30分 星期天在格兰威卜里的Novotel酒店 报名电话 8658-0602和8658-0603 欢迎您到时参加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